淡水区公所要在这个星期六3月30号当天 在淡水区圣贤慈纳古塔举办清明联合法会活动 区长表示在这场法会当中民众可以使用公所提供的多元化服务 有民众需要的镰刀手套等等 而扫墓扫累了一旁还有免费的按摩推拿服务是相当贴心 下星期就是清明节而这一次刚好碰上有连续假期 因此许多民众都会提前在周末的时候进行扫墓祭组 而淡水区公所也要在这个星期六3月30号当天 于淡水区圣贤慈纪公园化公墓纳古塔举办清明联合法会活动 区长表示在这场法会当中民众可以使用公所提供的多元化服务 就是3月30号会办一场大型的清明法会 让淡水的居民还有这些有奉饰在我们尔纳古塔的这些民众 来祭拜他们的祖先 圣中追悦来祭拜他们祖先 那我们会提供相关的服务 包括现场的这些祭拜的服务 那再来是说这个之前集中焚烧的收件服务 还有现场也有提供相关的这些按摩 那包括一些点心等等 区长表示在星期六的这一场法会当中 除了会邀请到法律道场送经等标准的祭典仪式之外 现场公所也会提供民众所需的扫墓工作 镰刀手套等等 而民众扫墓累了一旁 还有免费的按摩推拿服务相当贴心 淡水区公所在上个礼拜 其实就已经结合了我们分局 消防队清洁队和公所等等单位 因为我们来做完成分工 也开始来执行这些清明扫墓的服务工作 所以从上礼拜2324就已经开始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会一直到清明节4月4号4月5号 过去只要是遇上了清明扫墓活动 淡水山区包括了北新庄公墓附近道路就会涌入车潮 而公所也说假日当天会有交通管制 也请民众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 配合交通管制 加上公所在法会现场所提供的完善服务 让清明祭祖活动会更加便利 记者许万一大学采访报道